日本京都冰库跟岛根等至少5个县市 从2月底开始接连发现有大批的针筒飘到岸上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长大约10公分的针筒包装上还印有俄纹 而且部分还带着针筒 疑似已经被使用过了 引发当地居民的恐慌 由于现在正值乌俄战火延烧 时机比较敏感 让有一些网友猜测 这些针筒可能是让俄军上战场之前 注射兴奋剂使用的 还有人认为 是因为日本对俄罗斯寄出了制裁 俄国才会恶意散播这些针筒来报复 日本岛根县这处沙滩 随处可见漂流上岸的针筒 景象出目惊心 奇怪的是 这些长约10公分的针筒包装上 竟印有俄纹 标注是医疗用针筒 部分还带有针筒 怀疑已被使用过 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其实2月19号 京都沿海先是发现一批不明针筒 之后又陆续在冰库 鸟曲跟岛根等 至少5个县市发现 针筒累计将近4000只 由于过去不曾发生类似事件 加上现在乌俄战火延烧 时机敏感 网友猜测这些针筒 可能是让俄军在上战场前 注射兴奋剂增强战力 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日本 对俄罗斯祭出制裁 俄国才恶意散布 这些针筒扰乱报复 目前发现不明针筒的县市 已出动人手前往岸边回收 日本当局也将针对这批针筒 展开深入调查 文字我逼